接下去請李貴敏委員發言 主席、行政團員、成員以及我們立法院的同仁、朋友們 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們從過年以來全球就非常矚目新冠肺炎的一個發展 雖然我們在台灣有口罩之亂 但是所幸我們的人民因為SARS的經驗 因為他們的善心、因為他們的自律 台灣的疫情還在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 但是也因為我們的人民自律的關係 我們看到很多公眾的場合 人群疏少 修飲業以及旅遊業、運輸業 而且這些都受到相當大的一個衝擊 因為這樣的關係 國民黨愛護台灣 愛護我們台灣的人民 所以在第一個時間就呼應行政團隊要提出對於中小企業的紓困 但是紓困並不等於是灑錢 國民黨支持紓困 但國民黨不支持灑錢 畢竟這些的金錢都是我們全民辛苦的血汗錢 但是我們雖然作為一個執政黨 一般的沒有呆帳率 也就是沒有辦法旅約的情形 一般的國內的銀行 它的呆帳率的比例 它是只有0.21 在我們圖表上面就有 那對於信保基金 按照它自己的年報 它的年報上面說 它在107年的這個呆帳比例 它是只有0.98 它比106年的時候一點多 它其實是有進步 那我們姑且不論這些實際上面的情形 因為參考到現在經濟低迷 人民對於紓困人民對於SARS 對於疫情的發展的不明的狀態 我們把它算成 它的呆帳率是5%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來看看 究竟當行政團隊提出來 應該要有100億的基金的時候 它到底是可以提供中小企業多少的信保 按照一個簡單數學式 大家在螢幕上面就可以看到 我們知道100億除以5% 它應該能夠提供中小企業的金額 應該是要有2000億 絕對不是行政團隊說的1000億 資政團隊說的 謝謝李委員 登記國事論壇發言的委員 現在都已經發言完畢